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朋友们我是小七 为什么觉得今天我怪怪的 是因为我刚拍完杂志回到家 今天的消息就是顶着一点 有点slay的辣妹装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帽子们 今天我是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戴帽子 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帽子如何避雷和怎么挑选 首先你们可以看到 我帽子现在分类给你们放好 这一类就是鸭舌帽 它的帽也是有点取度的 然后是像鸭嘴一样 所以这一类叫鸭舌帽 不要把鸭舌帽和那个棒球帽搞混啊 这种就算是棒球帽 这种你看它这里特别平 就是棒球帽 鸭舌帽比较适合大部分人戴 鸭顶低的朋友可以多试试就是 这个位置要远一点高一点的帽子 但其实买帽子还要自己多试 比如说我脑袋太大了 等一下我调一下 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一条微博说我腰围54吗 然后很多人就说我造成了什么身材焦虑 但其实不是主要是因为我身子矮 我的头围比我的腰围还大 我现在再量一下我头围 作为一个女艺人我确实不应该头这么大 但我求实就是头很大 好家伙 头围57朋友们 什么概念就是我的头比我的腰还大 所以呢希望大家用正确健康的方式 去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去寻找自己最适合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身材 ok我觉得每个身材都非常的美丽 来游游们我的帽子为什么这么多呢 就比如说像这一顶它是101的帽子 首先我觉得它很有纪念意 可能我之后都不会有情况戴它了 但是呢我会把它一直都留存在我的帽子库里 冬天我会戴这种毛线帽 我觉得帽子它是一个非常提升时尚感的 这种配件所以我自己帽子也非常多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穿衣风格的话 没有办法特别的去突出的话 就建议你可以准备一些帽子 然后还有就是这两顶 这两顶我开箱开过了 我觉得是今年必种草的一个好物 还有的话就是奇怪的帽子分享 这是其中一顶 很多我的粉丝他们都知道 这个帽子是戴小尾巴的 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顶 一顶我一直没有戴出去的异形的帽子 一二三 是不是还不错 有一种rapper的感觉 skr skr 这是一个鸭舌帽 然后它这个嘴巴特别长 再加上它这个地方特别圆 它这个有个形在这里的 就比较适合就是颅钉比较低 然后脑袋比较扁的朋友们 帽子的形真的很重要 有的帽子它是软的 软帽子它就真的就是你脑袋什么样 所以你一定要选一个就是最有形的 像其实我刚说鸭舌帽 它比较适合运动休闲饭 毛线帽也很百搭 毛线帽也主要搭运动休闲风多一些 这个是我去年在网上 某榜上买的小兔兔帽 就30块钱 但是我很喜欢戴 又保暖又可爱 草帽我目前就这顶 这顶是品牌给我寄的 我只能说是可能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才能戴 就是各种花田 然后菜地这样排就很好看 这一摞是渔夫帽 前几天我弹琴戴的就是这一顶 都没有人听我唱歌 一个是关注我是不是没洗头 二个说我的帽子像灯泡 实不相瞒 我就是喜欢这种戴起来像灯泡的帽子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 没有化妆的 但是又有人接机和送机的朋友 这里就没有特别像灯泡 它只是帽颜比较长 帽颜越大 显脸越小 前两天在上海工作 然后顺便逛街的时候 买的一顶袋鼠的牌子的帽子 它是那种 那种绒 你们能看出来吗 它跟那种毛绒不一样 它是这种绒 这种绒的话夏天也能戴 它这个材质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形状 它就是感觉像 像个水母一样的帽子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绿色 我对绿色帽子确实好像 就是有点情有独钟 丹妮很可爱 最近很火的这个牌子 也挺可爱的 就是有点小 有点勒闹的 甜妹那个种草 想到贝雷帽了 像这一顶帽子 这顶帽子我几乎戴了六年了 就是我在广州 不知道哪个小创事买的一顶帽子 当时就觉得特好看 然后贝雷帽的选择的话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它这个地方要圆 然后要很大 它就会很可爱 我基本上是布置 然后这有一顶皮质 皮质也是我非常喜欢穿西装的时候戴的 我觉得它是代表就是很酷的风格 会适合它 然后这顶帽子呢 来自我的亲爱小面包们 送给我生日礼物清单中的一顶 就是目前没有找到戴它的机会 因为我一看我就知道 嗯肯定是小甜甜小裙子的风格 所以今天给你们看看我戴上去什么感觉 然后这是Dior的一顶 也是那个当时生日的时候小面包送我的 但是我现在其实提倡的话 我希望粉丝朋友们能够给我写信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它这都是等于给我的生日礼物 而且有那么多小面包 它们都是小朋友 就是在读书 可能或者刚进行业里面 刚开始工作 所以我觉得花那么多钱 在偶像身边是不值得的 不提倡的 我 就是 嗯 对 你知道为什么我几年都没有戴自己帽子吗 就是因为它太小 对不起我的粉丝们 我就是让你们失望 这个帽子的尺码是56 戴不上啊 不是我不戴啊 我不是我不珍惜你们啊 我是真的戴不上了 这种侦探帽 这是这样子形状 当时我在 我在一家那个帽子店看到之后 我说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戴不戴的好看 和戴不戴的出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帽真的好个性 有没有戴上去就觉得自己是那个神态夏洛克 对吧 但是它其实有个缺点 它就显脑袋扁 那接下来 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大家非常希望汗在我脑袋上的帽子 贝雷帽 作为贝雷帽的野生代言人 我的帽子 我的贝雷帽颜色就是 已经超过彩虹的颜色 材质的话 也从布料的到皮料的到 到这种尼绒的 然后到棉的 到这种针织的 什么样的材质都有 贝雷帽是很难就是驾驭的一种帽型 就它可以这么戴 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要买这种太大 会戴成像厨师一样 出门方便程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种帽子的方便程度 起码是在 就是这里所有帽子的末端 当然这一顶除外 这里戴着方便 但是戴不出去 那以上今天就是小七的帽子分享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讲齐全 虽然没有给大家完全分享完我的所有的帽子 但是我觉得毕竟就是喜欢戴什么样的帽子 是大家自己的个人爱好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受我的影响去干涉你们的喜好和爱好 所以我就是稍微把我一些作为一个帽子厨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雷区帮大家排排踩一踩 那么我们这一次帽子分享大会就到此结束 希望我们能够在下一次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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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